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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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当年自己再娶的话 如今也不会落下如此孤单的境地 张凤知道人个有命 也不好说些什么 他家门前的芒果叔叔了 他给菜浇水回来的时候打算去摘 可经过马大爷家时 突然听到有孩子的哭闹声 他觉得很奇怪 马大爷没有心气 也无儿女 怎么会有孩子在里头呢 在好奇心的怂恿下 张凤去门前摘了几个芒果 借着送芒果的理由进了他家 去 看到一个小男孩坐在椅子上哭泣 孩子大概三岁的样子 皮肤很白皙 相貌特别端正 而且穿得很好看 这一看就是城里养大的孩子 张凤刚打算跟孩子说话 马大爷就从厨房出来了 看张凤的时候 他的眼神有些躲闪 张凤问孩子是谁家的 从哪里来的 马大爷就说是远方亲戚女儿的 说是未婚先孕 如今要改嫁 所以就把孩子送人了 张凤也没好再问什么 放下芒果就回家了 可是回到家之后 他一直听到孩子的哭声 感觉越想越不妥 从孩子的穿着打扮来看 一看就是富贵人家的 如果是想送人 为何还将孩子打扮得那么好看 而且养得如此白白嫩嫩的呢 他感觉很不对劲 当夜就报警了 没想到隔天一大早 警察就上门了 看到警察来之后 妈大爷愣了 这才交代孩子其实是他托人在网上找的 用七万块钱 才从人贩子那里换来的 他是怕以后老了没孩子照顾自己 所以才想了这么个把子 得知是张凤报警之后 心里多少有些怪罪 但是张凤是怕他一错再错 才提前制止他 选择了报警 图片来源网络 图文无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